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今天是假期 有疫症发生 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说话 感到非常荣幸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们在2003年沙士之后 到今天我们做的研究究竟对疫情有没有帮助 研究如何能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间 得出一些资料帮助我们抗疫 大家都会认得这是香港国际机场 现在也是冷清清的 当年2003年也是这样 当时有1,700多人感染了 接近300人死亡 当时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来 究竟病毒的源头在人类里引起爆发 当时我们来来去都会问这两个问题 因为我们很担心 有一天这个沙士会重臨 结果现在基本上是重臨 不过不是叫做沙士 而是叫做新冠病毒肺炎 当年我们在一个由港州来香港的教授 他的亲戚的肺部分离到当时的沙士冠状病毒 最初我们称为非典肺炎 后来我们称为沙士冠状病毒 除了找到病毒之外 我们当然将基因淘宝排除了 以至我们有快速测试 以至我们可以证实到 如果病人有沙士冠状病毒的载量很高 然后症状病毒时 有抗体的出现 而且我们找到 只有非典肺炎的病人才会有这个病毒 如果不是非典肺炎的病人 就不会有这个病毒 亦不会有这个抗体的出现 但没有什么重要得过 你能够找到源头 停止源头 以至我们可以阻止它再回来 当年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在那些徒宰手 就是在野生动物市场 或者在食事中 找到那些有关的所谓的从业园 他们的血清的抗体 阳性比较高了 但反过来在我们普通人冠血者 基本上是没有人有抗体 我们有理由怀疑 当时的沙士冠状病毒 是由野生动物调去的人 幸好我们在深圳的野生动物市场 找到果子梨里有这个病毒 当时很开心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谁知道我们是错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我们发觉 去回那些果子梨养殖场 找去看他们的果子梨 有没有病毒的迹象 例如有抗体等等 发现他们是没有的 只是在当时深圳 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 那里 混在笼里的果子梨 才能找到他们有很多抗体 这个证明我们以为 开始以为这个果子梨是天然宿主的想法 原来是错的 于是我们觉得多数的果子梨 其实只是一个中介宿主 而原本的天然宿主我们还未知 这个导致我们有一系列的研究 在2003年之后到2005年之间进行 大家看到香港 很多这些地方都是一些洞穴 或者是地下水道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把那里的野生动物 拿着这个诗子 包括猴子 很多的所谓的rodents 老鼠 还有蝙蝠 因为香港原来有很多蝙蝠 在其中两个地方的地下水道 我们找到那里的蝙蝠 是带有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而这个地方距离深圳 当时的野生动物市场 只有16公里 大家知道其中的蝙蝠 这个中华谷头腹可以飞到23公里 那么远 这就是其中一张照片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蝙蝠 它们百分千人在地下水道上 那个洞穴的顶部群居 互相交换病毒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蝙蝠 我们称为中华谷头腹 或者是中华马蹄腹 因为它的嘴巴有一片皮肤厚了 其实蝙蝠其实是接近盲的 它的视力很差 它是靠大喊的声音 都是我们人类听不到的 它靠这两块东西 它将声音向某个方向 它靠反弹的声音 听到它就知道不会碰到其他地方 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中华谷头腹 它们带的雷沙士 这些冠状病毒 是多到39% 它们这些中华谷头腹 可以带有这个病毒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发现 以至香港大学微生物系 从此之后 基本上主要将我们研究在动物里面 已经有多少冠状病毒 我们做了很多年 我们当然找到很多病毒 其中一个我们叫临床微生物 回顾这个文献 我们回顾这个沙士冠状病毒 作为一个再生化性的传染病 我们到最后作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有没有需要 准备这个沙士的重临 当时我们说 当我们找到有这么多中华谷头腹 它们有这么多的沙士 类似冠状病毒的时候 加上我们南中国 很喜欢吃一些野味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所谓 Time Bomb 是这个计时炸弹 我们觉得一定要准备好 我们不可以完全不理 沙士这件事过了 就不理它 因为我们相信 将来一定会沙士或者类似新的病毒 会由这个动物再召入人类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十几年前我们已经这么说了 当然你知道 一开始那些人就觉得 很有道理 应该做事 但是那十几二十年之后 没有人觉得这件事重要 等这么久都没有发生 他们就会不理 但是其实香港政府 也不是完全不听我们说的 他们有些事情真的做了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在2003年之后发生了 第一个就是卫生防护中心 在2004年成立 当时他们请多了很多流行病学的 专科医生 他们就会令到他们的追踪能力强很多 第二就是所有微生物学的 试验室 我们都增加了所谓的快速的 分子学的测试 就是用我们现在常说的PCR RT-PCR 就是现在我们新冠病毒 都是用RT-PCR去作快速测试 我们也有这个疫症的三级反应系统 第一个我们叫做境界级别 然后就是严重级别 然后就是紧急级别 我们也有很好的IT系统 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在哪一间医院 他一步上网 立刻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管局总部 立刻知道哪里开始有一个 特别的很奇怪的肺炎出现 他们会立刻知道 而且我们也订定了很多口罩和保护衣 因为2003年时真的很不够 大家知道今次新冠病毒感染 到现在这个阶段 医生、护士等人都没有因为不够保护衣 或者不够口罩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当年我们早就预料到 已经放了很多这些储备 而且我们现在每年都很紧张 要有人打季節性流感疫苗 打肺炎炼针针疫苗 每年陈兆史局长都出来吵 叫大家好打 我们也增加了起码1300张隔离病床 有很高度的空气传染隔离病床 无论在深切治疗病房或普通病房都有 每年我们也有演练 假如有一个爆发在某间医院或某个社区发生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每年都有这个演习 还有我们有一些感染控制的训练 所有的医生护士 他们入职都要上一上堂 肯定他们真的会戴着保护衣 戴口罩 真的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要通知有事情发生 每两年他们要再上一次 于是他们就不会过一段时间忘记了 而最重要当然就是感激 大家在后面看到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他们给我们多了很多研究经费 以至我们可以做很多动物 找新的病毒研究 我们也和内地有合作 过去十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找了超过60种新型病毒 在香港大学微生系 这就是我的同事 他们不是他们做 我们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之后 到有一年 到2012到2013年 我收到他们的信息 就是说 你做了这么多 找到这么多病毒 没什么用 十几年有没有发生 他们就觉得 你做的事情未必有用 当时我听完就打个词 因为他这样说 可能不会再给钱 我们做这些研究 但是很幸好 当时突然间 别人不幸运 我们幸运 就是有中东呼吸道综合症 的冠状病毒出现 而我们发觉 文献在《新英伦》 《医学》杂志广灯的时候 作者在第一段说 这个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的冠状病毒 最近是香港大学第四和第五型的冠状病毒 我马上把这些研究送给UGC和局长 他们说我们做这些研究不是没用 以至当年诊断的快速测试 他们找哪一根基因做 都是因为对着我们香港大学第四、第五型的 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 他们找到一部分 只是中东呼吸道综合症有的 作为测试的把子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可能今天没有用 但有一天可能很有用 到今次就不用说了 因为当年我们已经找到 蝙蝠的沙士类的冠状病毒 而今次其实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当年的蝙蝠的沙士类的冠状病毒 是其中一个的变种 所以我觉得再说一次 过了16年之后 终于原来我们做的事情 是真的有重要性的 那16年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在2019年12月30日 我们在内部收到消息 当时在武汉有一个肺炎的爆发 而他们可能的病毒 是与沙士2003冠状病毒有关的 我立即通知陈肃子局长 立即开会 而立即进入戒备级别的反应 当时卫生防御中心 边境、机场、医管局 所有最高级同事都坐在一起开会 立即所有入境的旅客 全部都要有这个体温 还有如果有病人入院 或是去急症室求医 而他们是刚刚在武汉 或者是后来在内地回来的 如果有呼吸道的病症病状 或发烧 都要立即查一下 有没有类沙士冠状病毒的感染 用这个基因测试 以及所有医院的感染控制的级别都提高 所有同事、所有磷碳病 全部都要戴口罩 然后我们立即再订阅所有的口罩 N95、保护衣等等 记者永远都是最醒目的 然后他们1月1日已经在武汉的其中一个街市 说那里已经封了 他们知道武汉已经有爆发 这是很特别的 因为这么多次 这些大型新发尘染病的爆发 不知为何都是跟街市有关 1997年香港的H5N1禽流感 是街市开始 2003年沙士深圳一个野生动物市场 开始找到 广州的野生动物市场也是 2013年在浙江上海的地方 H7N9禽流感 都是跟街市有关 而到2019年 大家都知道武汉的街市有关 到这个阶段很不幸 这次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 那个动物的源头是什么 暂时还未知 亦有可能是一些冷藏的食物 送到街市 在一个冷藏的食物 那些货 里面或者表面 是有新冠病毒的感染 以至有这个爆发 但到现在 今天仍然是一个迷 无论病人是如何感染到 是接触野生动物 感染到新冠病毒 或是在冷藏的食物 感染到 无论哪个病人 到最后的病人都会进医院找我们 对不对 我在玛丽医院 在港岛南区这边 做医生 但我同时每个月 都是回深圳帮忙 这就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大家看的地图已经看到 其实能够保护香港 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就成为香港的哨兵站 我们在那里最早发现 有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 这个我们在《针志》 集资里发表了 第一个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病人 在1月10日 我们找到它有二型 我们现在叫做新冠病毒 叫做SARS冠状病毒二型 2003年那时候应该是一型 在学术上就这么说 不过现在大家都说新冠病毒 这就最简单 你发觉原来它在基因进化树上 它和当年SARS走在一起 不过在一个不同的分支 而且它们都是近篇幅 那些SARS类冠状病毒 而且它的基因排序 很多地方都相似 虽然那些基因排序 总体来说都是很大差异 但基本上基因的那些 每一个点排序的方向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 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第一个群组 当时在深圳有一个家庭 这一家有七个人 其中六个人 他们就在深圳飞了上武汉 在武汉探亲 他们探亲那段时间 说是六至七天 他们全部都在武汉 还有两个都在武汉医院探病 然后便飞回深圳 而他们一家六口 其中一口就没有上去 他们留在深圳 但是回到深圳之后 开始病发了 有两个老人家 其中一个后来都过世 另外还有三个都有病 但是其中两个病征病状非常轻微 还有一个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病征病状 不过当他照肺部的电脑掃描 我发现其实都是有病毒 但是我们试到他是有病毒 还有一个完全没有上去武汉 他留在深圳 不过多数被他的家人 后来惹到 他也是病发 而最特别是一位小女儿 她完全没有病征病状 也无法驾驶 照肺部的CD scan也无法驾驶 这个女儿很特别 就是她妈妈说 她是这么多个最乖 从头到尾都要戴口罩 只是睡觉、吃饭才脱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原因 为何大家要戴好口罩 因为第一个群组在深圳找到 已经有这个情况出现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证实到 这个新冠病毒是可以人传人 还有病发率是非常高的 说是七个 一家人七口 有六个是感染到 我们也看到 有些病征病状是非常轻微 甚至没有病征病状 都可以有 这个对于我们接着 这个对于我们 作为专家组 如何和政府说 应该如何控制 应该如何做 基本上和第一例 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是非常有关系 这个群组教了我们很多 到现在我们的新冠病毒感染 全世界流行已经超过十个月了 我们有超过五千一百万人感染 超过一千二百万人死亡 死亡率大约2.3% 主要都是老人家 男性 肥胖 而且他本身有长期病患 你要看到 其实有逢大型的群组爆发 都是一些室内 以及不戴口罩的地方 大家也知道 食肆、酒吧、加拉OK、夜总会 那些健身室或健身室 全部这些都有关系 还有最特别的 发觉有些人说40%,有些人说4% 他们的传播 有4%到44% 是跟那些没有病症病状的人有关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为何 一早叫大家一定要个个戴口罩 因为如果个个戴口罩 就算你没有病症病状也好 你戴口罩 就算你传播病毒出来 传播出来的数量低很多 如果我们人人都戴口罩 有病那些 或者病症病状很轻微的那些 他对其他人的威胁减少很多 你又分不了他 他没有什么病症病状 你怎知道他在放出来呢 另外你自己就算没有病 你戴口罩也有某程度的保护 所以我觉得全人类戴口罩 理论上如果全人类每一个都戴口罩 每一个人吃东西都是单独 自己一个人吃脏口罩的时候 理论上全世界只要个个做14天之后 这个病毒应该就消失了 如果他不再在野生动 就再跳入人 但这个做不到 大家知道 很多人今天不信 不听话等等 甚至一起聚餐 另外当然是增加社交距离 还有最重要的是 当然我们有确诊过程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追踪交易 还有最重要的是 到6月香港可以有疫苗 这些是死亡病人的肺部 你看到一些地方正常的红色才对 它是鱼鱼鱼 另外一些地方没有血道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地方有肺炎 白色就没有血道 就是因为肺部的血管 直接里面有很多凝固的血 就是我们所谓血泉塞的情况出现 以致病人就不能生存下去 他们死了之后 我们帮他们解剖的时候 看到就是这些情况 如果在显微镜下面看 就是他们的肺部正常 应该很漂亮、很薄的 整个好像海绵体的气泡 很薄 但是他不是 他这里周围都有些炎症反应 你看到他里面的血管 甚至里面的血管 都塞了 有血泉塞的积肠 这也是造成为病人要舒养 即是不能呼气 要舒养 甚至是用体外舒养的方法 以致他可以生存下去 这就是病变 到最后来说 最重要是我们断症 断症 你就可以隔离他 也可以追踪他的物质接触者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基因测试 我们很多时候要拿一个色子 从鼻咽或者喉咙拿着色子 这个就是传统我们做的方法 就是拿了这些样本之后 我们将他的核酸提炼了出来 然后用所谓RTP沙 这个基因的测试去测试 但是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其实拿这个鼻咽色子 都挺辛苦的 他要有个医生护士 懂得那些 鼻咽的解剖壳 放进去鼻咽里面 放到很深 是说放到差不多耳朵的位置 很深入去 然后拿出来 在过程中很多时候 病人会咳嗽 打嗤 直接噴出来 于是拿那个医生护士 会造成某个程度的危险 就算你戴了保护 所有眼罩 有了N95 穿了保护 也有少少危险 另外就是拿这个烟喉色子 这个容易拿很多 但仍然刺激病人 咳嗽甚至咬都可以 所以这个情况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时你知道有一个游轮 叫做世界梦幻号 叫做世界梦幻号 叫做Will Dream 有成千人 困在灌堂的码头 不让他下船 那些人鼓吵得很厉害 但你要卫生署的医生护士 去拿成千个色子 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困难 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心喉唾液 为何我们考虑心喉唾液 就是当时我们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见到那些病人 有些病症病症很轻微 肺炎也有 究竟我们拿一个什么样本 如果有上呼吸度感染 可以上呼吸度分泌物拿到 但下呼吸度就算肺炎 我们也能拿到 当时我们问你的问题 就是这位陈福和医生跟我一起做这个研究 这位是另外一个杜启宏医生 也是帮他一起做这个研究 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叫病人 在喉咙吸一口口水痰 这个位置很特别 因为如果病人躺在这里 他睡着觉 鼻咽的分泌物就向后走 同时他睡着觉的时候 肺部的分泌物 就会被细胞的边毛 一直趕上喉咙 所以在早上 如果不咬牙 不吃早餐之前 第一件事 将喉咙 那一口口水痰 那一口最宝贵 应该可以 将它 无论是上呼吸度 还是下呼吸度的病毒 都可以感染 这个我们就叫他们 不如你们早上起床 在一个深厚的地方 吸那五口水痰 三到五口水痰 起码有4cc 然后去做基因测试 基因确的测试 这个有好处就是 比如美国一段时间 他连膝脂也不够 我们也不用膝脂 有个硬就行了 但是病人不会不舒服 你这样刺进去 其实挺辛苦 尤其是被烟的膝脂 还有对医生护士的危险 也没有了 因为他自己 口水痰 根本不会对医生护士 造成任何影响 我们发现病毒载量 最高是头几天 就是他刚刚病化的时候 一发现病毒载量 我们说的是CT值 CT值很低 CT值低 病毒的数量很高 你发现最初是最高的 而且也不仅是我们香港做的 耶鲁大学 他们在新英同医学雜誌 也做了出来 发现原来 你这样去拿这个心喉退却液 根本好过做鼻烟的膝脂 或者烟喉的膝脂 我们发现原来 我们用这个心喉退却液 它的更高 比你用鼻烟的膝脂 如果当他们两个discordant 两个是不相弱的时候 我们发现深喉退却液 找到的positive比它更多 而且那个CT值也没有大分别 所以到今天为止 香港来说 全世界其中一个地方 是用深喉退却液 就是不用鼻烟息子 或者烟喉息子 除非病人不能合作 他很小 他是老人家 他人都合作不了 我们才会用鼻烟息子 或者烟喉息子 很多医院都是这样做 当然有些是保守 他们用以前传统的方法 就很看医生护士 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做 也有人问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早上起床 其他时间行不行 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是晚饭之后 就不好了 因为晚饭之后 病毒载量在胸后退却液 是最低的 但是早上起床是最高的 中间的时间 比如中午、下午 总之在吃晚餐之前 那个CD值 也不是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们也说 如果你在工作时间 任何时间 你将胸后退却液 如果你有感染 都应该能够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们不用血清 抽血 看看它有没有抗体 就知道 我们在香大学 都已经做了这个研究 就是发觉 原来 你驗血 你要确诊的时间 起码要过7至10天 然后 身体 血清的抗体 数量才够高 就是说 你胆胆病快的时候 你驗血就没有用了 所以到这个阶段来说 我们也不会用抽血的方法 去证实 除非有些情况 就是 病毒载量已经很低 或者他是密切接触者 我们很怀疑他受感染 但一直都感染不到 我们要等7至14天 之后 替他感染血 看他有没有抗体出现 就可以 倒回来 知道他是不是确诊 但这个对病人的断症 或者对治疗 没有什么大帮助 因为你要过了7至14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用药各方面 帮助不大 隔壁方面也是帮助不大 另外一件事 除了在香港大学深圳园 找到之外 也会在其中一个邮轮 找到 就是钻石公主号邮轮 我们发现原来他们回来的 很多人 他们困在浚荣村 我们帮他们 每隔几天 拿一拿 他们的胸后退役 也好 鼻咽色指 喉咙色指 画了血也好 看看究竟他们有多少人感染 但法国内 九个大人感染了 其中六个都没有病症病状 这个很重要 更加再证实一次 原来在社区受感染 病症病状很轻微 甚至没有 其实是很多 不是少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如果你是密切接触者 你一定要不要拒绝 检验这个测试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未必有病症病状 如果你有病症病状 当然一定要测试 但很不幸 我们发现看私家医生 他们有流感病症病状 真的愿意进行新冠病例测试 也不够20% 变成了我们的社区 为什么一直都称不到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测试率非常低 我们接着问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们都没有什么病症病状 可能到后期的病症病状 病症病状是严重的 多数是老人家 常常病患 肥胖 还是男性 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利用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医院里面 有些病人有肺癌 他们要做手术 拿出肺肺 这可能是肺癌 我们在旁边 这些是正常肺组织 我们用正常肺组织 放在培养液里面 然后我们用这个新冠病毒 和以前2003年的沙士病毒 感染它 看是如何 看反应如何 我们发觉原来 正常来说 这些细胞 当有病毒感染 就会有出干扰素 和一些炎症反应的因子 但事实上发现 不是的 这个沙士新冠病毒 刺激的细胞 放出来的干扰素 是很低的 反而以前2003年的沙士 刺激的细胞 放出来的炎症反应因子 和干扰素 比较高很多 这要解释到 当年2003年的沙士 绝大部分病人 说到99% 都是会发高烧 接着很快就进医院 接着马上隔离 因为这样 所以2003年沙士 几个月就搞定了 因为捉住了 然后慢慢过去了 但这次不是 原来肺部的肺包 对病毒的炎症反应 是很轻微的 炎症反应因子 又出不了干扰素 以至病人 自己在感染中也不知道 除非到了一个阶段 肺部开始衰竭 不能呼气了 便开始进医院 所以这个情况很特别 亦令到我们想 会不会我们可以用干扰素去治疗 因为如果我们给他干扰素 刺激他的免疫系统 以免疫系统睡醒 他好像被他感染了 被新冠病毒感染了 好像睡着了觉 我们不如给他干扰素 刺激他 让他有这个反应 这个就是孔凡艺教授 他和我们一起合作 利用一个所谓的鸡尾治疗 包括了干扰素 和蛋白玫抑制剂 加上利巴韦林 三味在一起 法国给完后 在6至11日之间 病毒载量 比起对照组 低了100至1000倍 同时病人也可以早了5.5日出院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研究 创登在刺针杂志上 我们正在做其他研究 希望能够用这个干扰素 作为最重要的药 不过加其他药 因为蛋白玫抑制剂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引致肚痧很多 我们希望病人不用太辛苦 我们正在研究用其他药 去代替蛋白玫抑制剂 大家亦给予很多希望 就是瑞德西韦 但是香港有瑞德西韦的数量很少 我们只能留一些很严重的病人用 但是瑞德西韦最近 社会症组织 其实都不像有用 好像没什么用 这也是很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没什么用 但是到今天为止 所有关于瑞德西韦的研究 如果在一个对照的临床测试中 从来都没有给过 病毒再量 究竟两组有没有分别 从来都没有人给过 这个令到很多人很怀疑 瑞德西韦是否真的有用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有用的 因为在我仓鼠的实验里面 都是真的有效 我相信它不是没有用 它是有用 不过用途是 你早给才有用 比如像我们用干要素一样 你持给是没有用 所有东西都是早给才有用 为什么 这个在我们一早说 原来病毒灾量最高 就是刚入院的时候 如果你那时候不把病毒灾量压低 肺部的破坏就会很厉害 到肺部很破坏的时候 你再给瑞德西韦好 干要素好 其实作用也不大 所以我们说 你如果要治疗给新冠病毒 除了你要输氧 让它救氧气 甚至治疗等等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尽早给抗病毒药 一早把病毒再量减到最低 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特朗普就有那些 鸡尾酒的中和抗体药 不过那些贵得不得了 我们香港的普通市民 能够得到的机会也很好 我们反而考虑用恢复性血章 但恢复性血章的问题 就是抗体的中和滴度 是低很多 加上这个干要素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瑞德西韦 也应该加上 再来说来说 越早给越好 最好是给几个人一起 你给了一只的效果 效果不是很大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 有点关于 究竟我们香港做了什么 能够令到我们病发的数目 那么低 香港其实是全世界其中 最密集的城市 我们基本上有二十多万的人 住在劏房 一加三到四口 住在六十平方英尺的地方 是很小的 而我们的感染数目 其实是全世界最低之一 其中一个地方最低之一 大家最容易比较的是纽约市 纽约市人口 有多过我们的 接近九百万 八百多 九百万 到现在 用血清测试 已经有超过20%的人 曾经感染过 香港做出来说 是0.2% 纽约市已经死了二万多人 香港死了108人 108个新冠病毒的病人 你可以看到 为何纽约 其实没有香港的物质 他们反而严重 比香港多 纽约市会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香港人 愿意戴口罩 其实我们香港人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我们之前 起码开头 由二月几到七月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用法例 去逼大家戴口罩 我们九十七%的人都戴口罩 全世界都会用 边境的控制 阻止输入个案 全世界都会用大量的测试 去隔离 做追踪 和把物质接触者都隔离 还有就是 增加社交距离 山学校、山食士、酒吧等等 甚至到达到整个城市 所谓封城 香港从来都没有做过 但是我们这么成功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戴口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四月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发觉那些群组个案 这里有113个 全部群组个案 都是与没有戴口罩的地方有关 比如食肆、卡拉OK、健身室等 我们对照另外一些本地个案 通常都应该戴口罩的地方 就是工作地点 只有11个 而我们卫生防护中心的同事 走去问这11个人 他们发觉原来他们上班 他们都不戴口罩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 戴口罩是非常重要 而这件事就是令我们今年 我们通常二、三月 有一次的流感爆发 那次很快就没有了 基本上没有 去年我们没有流感 到夏天应该有另外一轮的爆发 也没有发生 我们很相信 因为我们全民戴口罩 以至流感都基本上接近没有 究竟口罩这三层的保护 究竟是行不行 最初有人挑战我 他说 袁哥,你一直叫人戴口罩 那你有没有证实到 这个口罩真的能够够新冠病毒 我便说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就去找证据 究竟外科口罩能够够够够新冠病毒 即新冠病毒 于是我们做仓鼠实验 我们在鼻子里滴一些新冠病毒 进去鼻子里 让它吸入肺部 因为当我们帮这只仓鼠麻醉了 仓鼠一进入麻醉状态 它会深呼吸 很深呼吸 于是我们滴一滴鼻子 它一吸就吸入肺部 你看到肺部真的有肺炎的汤 而且它会有病症病状 到第六天 它已经不见了11%的体重 在鼻子里 由第四天 由第二天到第四天 它也会有很高的病毒 在鼻子里发生灾量 在鼻子里或肺部里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仓鼠的动物模型 我们可以试试 究竟我们的口罩有没有用 这是我们的身体安全第三级实验室 要浪费很多钱才能够进入设计室 很感谢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加上善心人士捐献 加上大学支持 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些复杂的放置 在外面的空气全是流通过的 在里面放了一些仓鼠籠 仓鼠籠互相之间没有通道 但是由这边空气可以走到另一边 这边的仓鼠可以做到公毒实验 即是已经感染了 因为空气只向这个方向走 我们看看这边的仓鼠有没有受感染 就知道了 但是在这个隔的地方 我们可以放一个口罩上去 封住它 看看空气通过的时候 那些新的沙士观众会否通过去那边 这就是我们做了这些证实的 第一次的实验就是 我们没有放任何口罩的空气 从一边感染的仓鼠走到另一边 到第二次 我们放一个口罩在一边 阻止感染了仓鼠的空气 一定要经过类过才能到另一边 第三次的实验是 在那些完全没有感染的仓鼠那边 帮它戴口罩在另一边 再说很清楚 如果什么口罩都没有 66.7%的仓鼠在另一边 会受到感染 当你帮那些感染了的仓鼠那边 戴口罩 就会将感染率减到16.7% 如果你是帮另一边 即没有感染的那边戴口罩 就会由66.7%减到30.3% 即50%减到一半减少了 所以这个实验很清楚 戴口罩是有用的 我便告诉他们 戴口罩真的可以夹到新冠病毒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说话已经放了很多微粒 如果你大声说话 还放得多微粒 越大声越放得多 如果你是唱歌 那些就更不厉害 这个很重要 你发觉原来这些微粒 放出来 一说话便开始来 一说话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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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说 告诉大家 你看不到 但是一说话 你放出来的微粒 尤其是小过5个微米 不是厘米 是微 微小的微 5微米便开始放出来 而在说的是很多 你放出来 99%的微粒 都是小过5个微米 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不戴口罩 你就这么说话 根本跟你说话 可能已经很容易被你感染到 而这些小过5米的微粒 在胸里浮游很久 直至它完全蒸发了 里面的东西才会跌下来 当然有些很大的微粒 大微粒很快便会跌下来 大家要记得 绝大部分是小过5米 空气传染这个问题 其实当年在淘大花宴最表达得清楚 就是当时他们在厕所里的水格 没有放到水 以至当你开了抽气线的时候 那些在糞便渠里面的空气 就经过这个没了水的水格 走进去厕所里面 以至短短在几天之内 有超过200个淘大花院居民受到感染 直到很多伤亡 这次在康美楼和恒泰楼 亦有人改装通气管 以至有这个病毒漏出来 也可能跟它有些关系 加上有这个尾流效应 当你那支通气管是短了 原本你弄高一点 那些空间的风吹过也无事 但你弄短了 它就会跟着尾流效应走回来 以至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人人以为都是 当然是上层的有事 冲一些糞便下来 下面的有事 你知道当年 在淘大花院开头都是这样想 但原来你把这条通气管削短了 它会令到由下面感染这个单位 那些空气上去 跟着经美流效应 下来感染上高那层的人 所以空气传染 我觉得也不需要争论 开始说哪里有空气传染 最多都是靠这个飞没传染 咬得很紧 世界海洋村组织开头 正在罵 为什么要叫人戴口罩 没有病症病状就不应该戴 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空气传染 到今天世界卫生组织都变了 不会再这么说 而刚刚美国CDC也出了 说是空气传染 那应该戴口罩 还有就是 病毒在环境可以生存很久 尤其是在不受降面 或者是一些索胶的面 或者其他紙幣 你知道外国有些紙幣是索胶的 病毒可以生存28天 如果在布那些 比如玻璃也可以生存28天 布那些生存大约7天 所以你看到环境生存这么久 你如果摸过一些东西 然后摸自己的眼、口、鼻 你是很容易受到感染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戴口罩、勤洗手 我的袋永远都有酒精搓手 也有带着 你看到你碰完什么东西 要碰自己一定是用酒精搓手才好 原因是因为新冠病毒 它在环境生存的时间 比季节性流感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发觉 戴口罩已经没有季节性流感 但我们仍然有新冠病毒感染 因为它在环境生存久了很多 尤其是在冰冷的东西 所以现在 无论内地政府或香港政府 都很紧张 会不会在这些 比如南美洲 或者一些欧洲地方输入 那些冷冻的东西 那些三文鱼 那些牛肉、猪肉 那些会不会有感染的情况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 第一波只是不够一百人感染 第二波不够一千人感染 而且主要是输入个案 但是第三波就很糟糕了 最初就是靠输入个案 因为他们把关有些豁免 以至令香港的水区有爆发 而我们发觉 所有爆发 最重要的群组 都是与食事、酒吧、街市等地方有关 这些全部都是你不戴口罩的时候引起 所以如果我们要防止第四波发生 最重要是令到脱口罩时间最短 我也再说一次 就是酒吧其实是特别危险 因为他们很吵 你去那些酒吧 所以音乐很厉害 那些人聊天一定在你耳边聊天 他又不戴口罩在你耳边说话 那你很容易感染到 所以你说最危险的是酒吧、夜总会 然后才到食事和卡拉OK 卡拉OK其实最安全 因为每一间有几个人 封住了 是那些人在唱歌 出事都是那几个出事 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容易出事 但是酒吧、食事都不是 所有人在那里 在一个非常狹窄的环境 互相交换的飞沫、口水和空气出来的微粒 是会令到很大问题 加上酒吧那些人就走来走去 不是坐在台上 是到处走的 而且他们多数都是一坐坐几个钟头 在那里大声地聊天 他们也不会理会那么多守卫生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都喝到醉纷纷 我去到南桂坊 那些都在街上游游 所以他们喝醉了之后 很多时候他们就 开车回家 就会分享 就是几个人一起夹钱 一起坐同一个的士 于是那个交叉感染的情况 是很容易发生 这个就是当晚我去南桂坊 看到不是没有人戴口罩 有些 但大部分人都不戴口罩 这个有 其他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吵得很紧 每个人都在耳边聊天 我们再说一次 就是有三个传播途径 接触 有直接接触 或间接接触 非没 但我们觉得最重要 其实是空气传染 是最重要的 例如你和人握手 摸完之后摸自己 这个就直接接触 这个是英女王 另外这个就是有人触碰过这个地方 你就触碰她 接着摸自己 这就是间接接触 间接接触 尤其是餐具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吃东西 你一定要脱口罩 你一定会摸那些东西 一定要摸自己 然后我们经常说 最好有收拾桌专员 你收拾桌的 但是摸新鲜食物出来 或者设置桌 一定要分开 要不然那个人吃完大把口水 飞沫在那里 那个人拿完那些东西 然后去摸完桌 然后设置桌上去 那些东西 全部都污染了 所以你设置桌 和拿食物出来 我一定要不要是同一个人 然后要有这些胶 防止飞沫可以走到另一个 我戴眼镜 所以这个是少了很多 你知道最近很多群组 最近很多避病毒感染 在幼稚园或幼儿班 其中一件事就是兽子 就算他戴口罩也戴得好 他喜欢到处摸 摸完就擦眼 他没有戴眼镜 很多小时候都没有戴眼镜 所以他们很容易受感染 于是爆发得很厉害 现在又要删 我已经说过了 戴口罩 那里食肆的空气流量要够高 有6个air change 每个钟头换6次气 甚至你用一些heper filter 或者紫外缸去消毒那些空气 还有尽量减低你不戴口罩时间 其实你喝酒是可以用吸管去喝的 还有不要这么大声说话 音乐低一点 小声说话 我在这里 这个同事 Dr. Lone 那些食肆开头说 怎可能用那个饮馆来喝酒 真的喝到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你喝完 所以 他们不肯转那个方法 他们的理由就是 很多都是去到认识女生 你戴着口罩 看不到样子 就是这些理由 这是Hallopity的饮馆 很远的 其实也是可以 很容易 戴着口罩喝酒 我也觉得 政府将会有安心出行的apps 给大家记录你去哪里 但是很多人很害怕自己行踪 被人知道 不想太太知道自己行踪 有些可能是 但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用你的手机拍照 这个的士门已经告诉你 它的车牌是多少 你上车就拍一拍 或者你去到某间食肆 拍一拍它的餐牌 或者你去到某间街市 拍一拍照 你会记得 因为那张照片在iPhone有日子 你去到哪里 到你真的不幸感染了 卫生防御中心追踪都容易很多 现在你靠记得根本记不了 每天你去到这么多地方 你怎样记得到呢 在餐牌上 直接说了营业时间 地址 全身电话 拍一拍照 是很容易做的事情 这些是三千多元的空气 清新 用这个UV 以至可以增加 等于增加空气流量 因为你杀了它的菌 就等于有好处 而且当你安装这些紫外光灯 去消毒的时候 你记得一定要在 有发风扇的顶 让空气上下可以对流 以至那个UV的消毒效果 才会好 如果已经感染过 你不要那么开心 因为我们香港已经证实得很清楚 最原理的抗体可以在几个月内 跌至没有了 接着你会再感染一次 直接感染过另一株病毒 都可以 所以就算将来我们有疫苗 也好 打完疫苗 不是表示你一定不会被感染 尤其过一段时间 但多数你打了疫苗 之后 如果感染到 你都不会死 这个是好处 我们很相信 多数将来这个新冠病毒 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 所谓普通伤风的 很轻微的冠状病毒 因为人人都有免疫的时候 就算免疫不是完全保护到 你不受感染也好 病情都会轻微很多 我相信将来多数 会成为另一种 普通伤风的冠状病毒 在这里我很感谢 所有前线医活人员 他们真的辛努了 过去接近一年 多谢各位